这五毛粉红认为 台湾跟中国一样 你要一喊什么话 政府要抓你 共产党要抓你 他没法理解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他没法理解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先关注一下 今天我主要想说什么事情就是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虽然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 同一个地球 但是 活在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 神奇的 事情 而且 人们的那种思维啊前几天我不是讲了一个粉红吗 他一个月挣5000人民币 他还觉得 台湾人羡慕羡慕我 另外还有粉红跟台湾人讲 你要多多出国啊 先言四免 你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你跟我说这个 这个更奇葩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粉红 我不知道 他说 那你赶紧独 站在台湾街头 高喊台湾独立 台湾是国家 看看有没有人抓你 第一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相当于 这五毛粉红认为 台湾跟中国一样 你要一喊什么话 政府要抓你 共产党要抓你 他没法理解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他没法理解 包括到今天 上次我看了一个我也节目里面讲过 说共军飞机非骚扰台湾空域吗 那粉红真的认为共军的飞机直接飞横穿了台湾 飞到了台北 他以为是 这个 我跟他讲的是 共军飞机是 飞越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离台湾本岛还远着呢 我不知道他们的思维 我不知道他们受的是什么教育 真的是经理直挖 而且你看这些留言呢 你会觉得 呃 让你 哭笑不得 你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 他活在怎样的世界中 就像一个朝鲜人过来跟美国人讲 多吃点饭了 你们是不是饿了 朝鲜人跟美国人讲 其实美国人天天想他怎么减肥 台湾和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你不爽蔡英文可以骂他 空心菜 我不知道为什么 骂蔡英文叫做空心菜 空心菜是什么意思 好像台湾骂蔡英文叫做1450吧 还是叫817的 这我不太不太懂 没有没有仔细研究 没有仔细研究 说你不爽蔡英文可以用选票教训他 但在中国你不爽习包子 你不要说你不爽习包子 在中国你写习包子 要坐牢了 你在微信上面传习包子 要坐牢了在中国 然而 你说中国是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太恐怖了 之前 中国有一个人叫做袁隆平 共产党宣传他是杂交水稻之父 结果他死了那一天 有一个网友留言 说 号称袁隆平什么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 请问大家吃过袁隆平的粮食吗 杂交水稻 结果 就因为这个 被公安局给抓起来了 刑拘了 各位 在中国的这些韭菜呀 你们吃的那些粮食 大部分 根本不是杂交水稻 因为杂交水稻 他根本就人就不想吃 没法吃 那个水稻 除非你真的是饿得不行的 可以吃那个水稻 说那你赶紧读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是 首先台湾这个言论自由是相当的自由 就自由到你呀 台湾言论自由实际上比美国还要言还要言论自由 美国啊属于白左当道 他有一点政治正确过度过度了 就比如说你在美国 你一旦涉及 性别问题 男女问题 种族问题 还有叫老板跟工人的问题 那完了 在美国绝对政治正确 富人跟穷人 你不能说穷人坏话了 这在美国 都发生过 曾经 我举个例子啊 美国现在的副总统不是 贺锦丽吗 她是个女性 她还是个黑人吧 她也是个亚裔吧 你不能骂她 你要是一骂她 完了 说你什么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都来了 所以一般 你看美国媒体很少讲贺锦丽 很少 不敢讲 你包括穷人跟富人 这在美国也不敢讲 我发现台湾的言论自由真的什么都可以讲 为什么 也发生过 这在美国也发生过 就是 那个 你懂的吗 富人肯定想让自己的小孩进那个 好的学校 富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孩 分配到那种差的公立学校 这个就发生过 美国的民心 大家可以上网查 他曾经不知道说了什么话 意思就是说 不要跟那个差的社区 就是不要跟差的社区 就是 他 那个人家民心指的穷人 不是做贫贫库的人 是指大部分普通人 就包括中产阶级 在人家眼里面全是穷人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不要跟上他们那种学校 不要上那种 他们上的学校 我们不能上 我们的小孩不能上 就这个意思 结果被人给骂死 实际上人家讲的 是不是实话了 也是 那民心有钱 人家小孩肯定要上 好的学校 就是 好的社区的 学校 优秀的 教育资源嘛 这个在美国就不能讲 你就不能说 你要一说 真的是 台湾还是比较好 台湾 因为我跟大家讲 言论自由 必然包括 不爱言论自由的 言论自由 还有什么呢 言论自由 必然包括 不喜欢的自由 什么叫不喜欢的自由 富人有没有权利 不喜欢穷人 有没有 言论自由 那肯定要有啊 但穷人你天天骂富人 那可以啊 所以 但台湾整体而言 确实是相当的自由 台湾不光是 政治上言论自由 台湾宗教上言论也自由 因为我看YouTube上面 台湾这个宗教五花八门 他不是说简单的基督教佛教 他搞了好多就是乱七八糟 讲什么的都有 而且台湾好多庙啊 我看了视频 他什么庙都有 他把玉皇大帝什么 妈祖还有关公全一块拜了 我的天 不论也不怕神仙打架 他是 太自由了 台湾 在台湾就没有你不敢讲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爱怎么讲 爱怎么讲 哎呦 天啊 台独 而且在台湾呢 你有没有反对台独的自由啊 可以的 台湾 你可以支持台独 你也可以反对台独 台湾还有中华民国独立 那个华独派 还有什么台独派 另外还有 还有那种 乱七八糟的独独立派别吧 他还不是统一的 因为台湾讲的台湾独立 分为好几种 啊 那就是 答案大家呢 整体2000多万人在岛上过的呢 也还行 也很和谐 台湾你不要以为 各位啊 不要以为台湾一看那个节目啊 就是争论节目 名嘴天天骂 我在美国也见过台湾的 议员 包括一些名嘴啊 也跟他们有的时候会开玩笑 你不要以为他们天天骂天天骂然后 感觉要打架了 对不对 包括立法院什么打架 其实呢 他们 也是和谐共存 和谐了 我现在发现台湾社会已经完成 真正意义上的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社会 平静的 平和的社会 你别看这些什么人骂来骂去的 尤其是这些 政论节目 他们好多都要赶场啊 就上午到一个电视台 当名嘴 下午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当名嘴 到晚上 这两个 派别是对立的 晚上可能一块喝咖啡 或者去 什么 旅游的什么 都有可能 台湾就是怎么这样一个国家 不是说你不仅仅在政治上 你拥有言论自由 你在宗教 生活 几乎所有方面 你爱怎么样做 爱怎么样怎么讲 爱怎么搞怎么搞 没人管你的 都懒得管你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